這部分把它重新命名一下叫大樂透 然後並且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就是也許叫大樂透的統計名次 或是統計分析 那所以呢這邊的話呢我需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啦把那個剛剛講大樂透這個範圍有沒有 就仿照之前的那個樂透彩 把這個範圍Ctrl-Shift向右 向下 向下那把這個全選 給他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做統計分析 那這個至於統計分析的方法 他那個公式跟前面是一樣的 那另外 機率部分也是跟樂透彩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前面的樂透彩 的那個單元 所做的 有沒有先算Ctrl-If 大樂透A2 不過這個可能要不一樣的部分就是說他編號 編號部分呢 之前的樂透彩是到42號 可是呢大樂透是到49號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你就先編號欄位嘛 然後1 然後向下拉到49 然後2的話呢就是 這個 公式的話就Ctrl-If 大樂透1號出現的次數 那除以什麼呢 除以那個 除以那個 Ctrl-If Ctrl-A A不要也沒關係 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去算一下呢 那個大樂透裡面總共有幾個號碼 然後算完之後的話打勾 並且利用什麼 儲存個格式裡面的分數 那用什麼呢 100為單位嘛 然後改成制定 這邊加兩個0 就是1萬次呢 出現222次 OK 就是1萬次 為 這個 這個分母 然後最後再做排名 排名的話就RANK.EQ 這個儲存格 跟這個全部的儲存格 的比較 OK 那最後呢列出這個 1到 7名的號碼 那這個可能只能用 那個VBA來寫了 因為這個的話 你要列出1到 1到7名 假如用內建的函數應該是辦不到的 那這個也是跟前面是一樣 我們最後DEMO一下 之前也是7個 6個按鈕 那我們最後DEMO一下 大概就這樣 就是清除掉 OK有沒有 然後呢我們就是 先大樂透 那所以把公式輸出 OK有沒有 就是這個 然後得到 這個前 這個排名 有沒有 排名用RANK.EQ 那清除的話就清除這兩 藍的資料 做法是跟前面一樣 那另外參考程式 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這兩個按鈕 基本上 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我看一下 應該在下面這邊我有放 這兩個 清除跟大樂透 建議是自己 最好是可以自己再做過一遍 OK 那格式化的話呢 輸出之後 把前七名的 顏色做 黃色的標示 128 有沒有 這邊 然後再來就 26 30 31 因為他只要小於 小於等於 這個7的話 那就 不過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不能標 他為什麼標 我看清除一下 清除 那原來可能是之前舊的 沒有清到 OK 把這個 再清除一下 把顏色 恢復成無填滿 再跑一下 清除 這個也沒清到 清除的話就是油漆筒 把它 變成沒有顏色 然後 然後他的基本上程式 按右鍵 指定聚集 編輯也會跳到 這個 那也就是說 For I 等於 第2列到50列 因為49號 然後如果 C 這個欄位 的 資料裡面呢 假如是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 A的話就是 A欄 裡面的底色 底色的話就是 Interior Color 把它改成黃色 黃色就RGB 255 2550 OK 我們試一下 這應該就OK了 執行一下 這個你可以拿之前的程式來參考 OK這個應該沒問題 對 這個是 第1名 第5名 那清除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在把他的格式變成沒有 XLNUM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就把它清掉 那至於 最後呢要排什麼 排前7名 其實這個也是之前講過啦 你只要把那個 格式化的程式 改成什麼 改成K就可以了 K等於2 所以前7名列出來 這樣就OK了 清除掉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範圍 清除掉 然後 就OK了 特別主要 格式化這個 這個前7名的改 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是拿格式化的這個程式拿過來改 那主要改哪裡呢 主要改這個 不要格式化拿過來 複製到這邊嘛 複製到這邊嘛 前7名 那條件的話 一樣是這個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要把 最後得到的這個 這個資料 比如說我先得到1 我把它call過來 所以喔 他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 得到的資料 那就是放在什麼 Sales ID A欄 其實這個就是我要的資料 就這個東西 那我要放哪裡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就複製嘛 那特別主要這樣的複製動作 記得要把 來源寫在後面 那你要寫到哪裡的話要把它放在前面 所以呢你變成前面是寫什麼 前面就是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那這個儲存格位置就什麼 Sales 哪一列 第二列嘛 哪一欄 D欄 所以就寫成這樣 意思是說 如果找到 他是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call過來 對齁 那但是呢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他因為會找到第一個 1嘛 會放過來 第2 可是找到2的話又會放過來 還是第2 那就把 1給蓋掉 所以應該是往下一個才對 所以為了要實現 往下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 就是多一個K嘛 這個前面有講過 所以 我大概 我大概 略講一下 就是那如果細節 請各位參考前面的那個 六透彩的單元 那可以把它改成K 為什麼K等於2 因為從第2列 第2 那每增加一個 就往下放 所以往下放的話 就是把K裡面的值 加1就存回去 所以K 等於K 加1 那這個意思說 把K原來是2 加1 存到前面去 所以 我發現同學比較不懂的 就是說 這個等號的應用 其實等號 跟你以前的數學 小學或中學的數學 概念是不一樣的 這裡的等號意思 是把後面運算的結果 再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這個也是一樣 把這個裡面的值 存到前面去 所以如果你假設能夠理解 他整個城市的運作 我想應該就不用死倍了 那也就是以後 可以怎麼樣呢 你看到什麼 需求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需求功能 把它寫出來 變成一個自動化的結果 那以後你就不需要動手了 那未來當然職場上面 你們畢業 也許你們將來畢業 需要人才大半 其實我想 應該這種人才需求的需求量 會非常的大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大數據 時代 加上AI人工智慧 那當然衍生出來的資料量 只會倍增 不只倍增 這資料量增加的速度 實在太快了 所以這麼龐大的資料量 假設說你還在用人工的方式處理 絕對是 緩不計其 而且是完全跟不上 所以怎麼辦 程式結局 目前的話 我想程式還是一個最終的 一個可能的比較好的方案 OK 那這邊的話 這個最後把這個做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前七名 的結果給做出來 當然也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如果可以 可不可以按照 那個 排名 第1名先放 第2名再放 第3第4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去修改吧 那大致上 大概就是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另外最後的話 如果假設呢 你希望呢 剛剛的那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把資料 爬下來之後 有沒有 那他你可以做個按鈕 如果說呢 你希望呢 剛剛爬蟲 我這邊其實還有把那個爬蟲之外的 程式也寫出來 那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那我爬出爬完之後 像剛剛爬 1到64頁之後 那如果我們剛剛剩下的動作都是手動的 你希望把剩下來動作全部都不要用手動 而是做什麼呢 就是自動化的處理的話 那這個概念 比如像剛剛這裡 我們是先把這邊用 A到Z 然後再把這個Ctrl向下 然後把不要的部分刪掉 那這個程式 其實我也要把它寫出來 那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他全自動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如果 這個地方希望呢 讓他排序的話 有沒有就是 按照C裡面有個 Range C1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Source就是排序 然後排序的話呢就是按照 C欄去做 這個排序 然後呢 假設我們就是你會發現這個有沒有 就排完了 然後再來的話 讓他向下追蹤 加1有沒有就是R得到的結果 然後把底下的東西刪除 所以其實是會感受向下 追蹤到的東西 那把這個東西呢 全部 通通刪掉的話 那就是 Rose Rose指的是列 Delete指的是刪除 那這個範圍的刪除 就是從哪一個呢 從這個 19 19 19 這個 這得到 19 不過在向下追蹤怎麼追蹤到 不對應該是 應該是低欄追蹤 所以這個我改一下 應該是改這個D 然後這個應該就不用加1了 所以以後如果程式不太對 沒關係你可以把它暫停 然後呢 往上拉一下 往上拉程式 重新跑一下 1923 沒錯 1923到最下面 1048576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其實你可以 Ctrl向下 再向下 就會得到 1048576 指的是最下面的列 把它刪除的話 就是全部刪除 所以把它全部刪除 所以從這邊 Ctrl向下 然後把它全部刪除 Delete掉 OK 底下的東西 大概不到1秒鐘 全部刪光光了 然後最後呢再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A欄排序 有沒有我們剛剛最後是把這個 按照那個 反向排序的話 那這邊是 這個 地檢排序 把它排 然後其他的話呢當然你就增加6個號碼 在這邊 並且做資料剖C 把它剖過來 那最後的話把B欄刪掉 做自動調整欄寬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了這個後面的程式 難度比較高啦 所以 這裡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程式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也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把它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做練習的話 至少你要把這個 這個部分做完 另外我剛剛講的這個程式 就是之前那個 就是那些動作如果要變VBA 你再把它加上去 那當然如果你有加這個部分的話算是 加分的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是 斧 唯一 谢谢观看